最近日币又贬到了低点了 你买机票了吗 富士山是许多富日游客朝圣的景点 尤其河口湖一家便利商店 更是知名的拍照打卡处 你可以拍到像这样的 上面是美美的富士山 下面有一个便利商店 超有日本味的啦 不过照片的另一头 可就不是这样的画风 TVS报道 这个地点总是挤满游客 带来各种脱续的行径 比方说停车场的入口吃东西啦 乱丢垃圾等 当地的居民仍无可忍 决定设置一个20公尺长 2.5公尺高的巨大黑幕 把富士山整个遮住 没礼貌 那就大家都不要看 无独有偶 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上周 也开始收取入城费 引发了讨论 这些是可说是全球过渡旅游的最新缩影 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城市 对观光公害采取手段 今天我们就要以威尼斯作为主要的例子 来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难解 大家好我是范锡飞 欢迎收看范锡飞的《怎样一看世界》 威尼斯这个入城费呢 票价是5欧元 大概是175块台币 去年9月通过之后就引发热议 毕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向游客收门票的城市 但不是所有进城的人都要付费 当局主要是针对玩玩就跑的游客 也就是那些不在主岛上过夜的人 根据统计 2022年有多达3000万游客造访威尼斯 但却只有320万人在城里过夜 等于有超过8成的游客 只是问岛游就走了 学者指出 来一日游的旅客 对于威尼斯的经济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却会给威尼斯的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 因为这些旅行团多半都是来个三四小时 把重点摆在圣马可广场跟里阿尔托桥等景点 但不会花钱参观教堂或是博物馆 有时甚至连吃喝的钱都省了 但大批人潮却常常堵住了威尼斯的狭小街道 造成混乱 顺带一提 市府预计今年6月开始呢 把团体课限制在25人而且不准用大声工扩引起 根据威尼斯政府的网站 当局从4月底到7月中挑了29天来收费 大多是周末跟节假日 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进程就必须要缴费 当地居民在威尼斯读书或工作的人 或来访了亲友及14岁以下的儿童不必缴 过夜课因为房价已经含税了 也不用另外付费 违规的话会被罚款50到300欧元 申请也很简单 只要用手机上网登录 单日游客付5欧元 取得了QR Code 如果是住宿客 填写自己下套了饭店 就可以免费进入威尼斯 不过这项措施也是蛮佛系的啦 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实际测试发现 进程的人太多 查票的人太少 他假扮游客努力闲晃了一整天 一座桥踏了20遍才终于被查票 那大家反应如何呢 一上路就被抗议了 But抗议的不是游客是在地的居民 大概有上千人聚集在罗马广场的示威 还一度跟防暴警察发生了推进冲突 当地人会生气主要是第一 这根本是把威尼斯变迪斯尼了吧 而且太资本主义了 非常的冲击城市形象 市议会就指出这项措施 第一天就带了27500欧元的收入 相当于96万台币 不过市长强调 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赚钱 还承诺说如果计划成功 他会帮在地居民减税 第二根本没有嚇阻作用 不少民众认为 想来的游客根本不会在意 5欧这点小钱 悄悄人家不担 一口气把永续发展税 从原本的一碗65美金 就调高到200美元 每碗要多缴6000多台币 后来游客真的都吓得不敢去了 才又砍到100美元 不过当局去年强调 没有啦 这5欧元是捐款啦 并不是入场费 还说市府并没有打算 限制游客的数量 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提前预约 然后又说先测试看看 这5欧元能不能让游客淡击再来 态度会议这么的暧昧 大概是因为如果说白了 要限制游客来访 就会违反意大利宪法保障的 人民有自由迁徙权利 但是最大的争议是第三 钱的流向 当局已经说了 收来的钱不会成立特地的基金 再做规划使用 而是全部用在维护这个预约系统上 对 钱不会拿来帮忙 降低游客带来的混乱 或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 就有市议员批评 当地的水上巴士 经常是大爆满状态 几乎成了公共安全的问题 但收来的钱 却不会分配给这些公共交通服务 那收这笔钱到底意义何在呢 更多居民不满的是 售票根本搞错重点 笨蛋 问题是房价啦 外媒报道 过渡旅游几乎成了2023年旅游业的年度代名词 游客暴增带来的负面冲击到处都是 但最让居民受不了的就是住房问题 哎 观光客不都是住旅馆吗 跟房价有什么关系啊 首先是有钱人会把观光景点的房屋扫光 再拿来当度假屋收租金 就会导致当地居民买不到房或是买不起房 而且对租屋市场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举个例子 我们家携手已经几年前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的滨海小城读书 西方人是夏天度假 最爱找这种靠海的地方晒肉 所以每到夏天 房东都会把房子收回去 他们要租给来度假游客 当地很多物件都是只租学期的 你学生或是打工仔七八月想续租 别想已经五月底就被赶出去了 这就导致长租房源越来越少 租金被哄抬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原本住在威尼斯的安娜告诉BBC 她一家四口因为无力负担房租 只好搬到附近的帕多瓦 她强调 威尼斯真正的问题是缺乏可负担住房 不止威尼斯 许多热门度假城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对引述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 2023年的5月 整个希腊的短租需求比前一年成长了六成 西班牙知名观光圣地马约卡岛 几年前就有居民怒到喷漆抗疫 骂旅游业根本就是恐怖主义 叫观光客滚回家 这些乱象也导致城市人口外流 时代杂志报道 1970年代 威尼斯其实有多达17.5万的居民 但2022年中 居民人数首次跌破5万人 不到原本的三分之一 微报引述一个专门保护 威尼斯遗产人组织所做的统计 去年9月 威尼斯岛上的饭店跟短租度假屋 总计有49600多个床位 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常住居民的人数 就有居民说 威尼斯人现在成了少数族群 明明是在自己家 却感觉是个外国人 其实收取旅游相关的税费 是很常见的做法 比方说我们提过的巴厘岛 已经宣布 未来所有的国际游客 都将被征收10美元 钱会拿来保护当地的文化跟环境 西班牙巴塞隆纳 今年4月再度上调旅游税 来到了3.25欧元 所得的款项会拿来改善道路 公车服务跟手扶梯这些基础建设 虽然征收旅游税费 有时会被批评是只换有钱人吗 但我赞成收钱 大家都收一点小钱 就会变成一笔大钱 好好用不无小补 对当地人怨气可能有点帮助吧 不过观光景点找不到长租房 我蛮有感 我是想到澎湖去找长租房 结果发现房源很少 当地朋友告诉我 大家都想做民宿啦 谁要租给你啊 今天我想问大家的是 你报复性出国了吗 在哪里看到什么奇葩游客的乱象吗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 Today看世界的YouTube频道 开放了超级感谢的功能哦 也就是走内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做更棒的内容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 让LINE Today估计来不及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站起别的Today看世界 听闻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